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孟子为了宣传儒家思想 经常同其他学派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孟子生性知言善辩 把辩论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是关于孟子的口才 人们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孟子辩论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也有人认为孟子只不过是抢私夺理的诡辩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孟子究竟是怎样进行辩论的 孟子的辩论到底是有理有据 还是仅仅成口舌之力的诡辩 孟子的能言善辩 对于推广儒家思想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请继续关注台湾大学著名学者傅培龙教授 为我们讲 孟子的智慧 辩论的目的 说到辩论 孟子被别人说成好辩 我们以前也谈过他如何批判异端 那么今天专门就他的辩论技巧来做一个介绍 说到辩论呢 我们想到说话在儒家来说呢 是很重要的一科 但说话一定要能够心里面有真诚的感受 你才去说它 说的时候呢 要设法让别人理解 然后才能达到说话的目的 到孟子的时候呢 把言语这一方面的艺术啊 发挥得淋漓尽致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以孟子来说 他为了宣传儒家的思想 维护儒家的一种思想的合理性 他是尽量在辩论方面呢 表达了高超的技巧 那么他的论辩 据我的出显研究啊 大概有三方面的特色 第一方面他要开导国君的心思 因为古代的政治啊 你国君如果说想通了 想对了 那么老百姓就有福气了 第二是孟子的辩论呢 他是替自己的行为辩护 因为很多人认为他的行为有些偏颇 他就会找到理由来说明 那么第三方面 他要揭示一些正确的观念 在社会上有很多观念是混淆的 有时候各有各的说法 言人人书啊 所以孟子在这个时候就要提出 从儒家来看哪些观念是正确的 首先我们看孟子如何去开导 这些国君的心思啊 第一个 他擅长使用比喻 比如孟子见梁慧王 梁慧王就跟孟子抱怨了 他说 我对于照顾百姓啊 用尽心力了 比如说发生了灾荒 河内发生灾荒 我就把一部分百姓啊 迁移到河东 再把河东的一些粮食啊 运到河内 那河东发生灾荒的话呢 我用类似的方法来做 我考察邻国的政务啊 没有哪一个国君像我这么用心的 但是邻国的人民没有减少 我的百姓没有增加 那我不是白做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 孟子就跟他说 大王喜欢战争 我们就拿战争做比喻吧 战鼓东东响起 两军交战 刀刃见风相碰之后呢 就有士兵啊 丢掉盔甲 拖着兵器逃跑 有的跑到一百步才停下来 有的跑到五十步就停下来 那这跑到五十步就嘲笑那个 真没用 跑到一百步 大王认为这样可以吗 大王说这怎么可以呢 他只是没有跑到一百步而已 同样是逃跑 怎么可以呢 孟子接着就说 大王这样的话就不要责怪 百姓为什么没有增加了 因为你就是那跑了五十步的人啊 别的国家做的不好 等于是跑了一百步 那你跑了五十步就笑别人说 你看 他做的那么差 我做的比较好 事实上你做的也没有说 好到什么地方去啊 只是你做的坏事稍微少一点而已嘛 别人做的多一点 所以这种比喻说的话呢 让这个政治领袖马上就觉悟了 原来啊 我这种做法还不够 你光是少做坏事不够 你要积极全面的做好事 所以这是孟子的辩论 第一个用比喻 第二个呢 孟子善于使用隐身的方式 他到了齐国 见了齐宣王 齐宣王年纪比较轻啊 很想大有作为 他就问孟子说 我能不能做到保护百姓 进而称王天下呢 孟子说你可以做到 大王说你凭什么说我可以做到 因为他也担心孟子拍马屁啊 就说一些好话 我就会接受吗 孟子说我知道的 据说前几天 我听一位大臣胡和告诉我 说大王坐在堂上 有一个人牵一头牛啊 从堂下经过 大王就问牵牛去做什么 那人就说要杀得来祭宗 因为古代啊 你住一口宗 住完毕之后就要杀一头牛 用牛血 叫做信宗 大王说放了他吧 我看这头牛啊 恐惧发抖的样子 好像没有犯罪 就被判得死刑 太可怜了 放了他 牵牛的人就说 那请问大王难道要废除 祭宗的典礼吗 大王说你不会换一头羊吗 孟子接着说 这个事情传出去以后 有些老百姓认为大王小气 因为牛比较贵嘛 羊比较便宜嘛 我知道大王是不忍心 孟子这样说之后呢 齐王就很开心了 他说我齐国虽然不大 我怎么会舍不得一头牛呢 我当然是不忍心啊 孟子说很好 你不忍心的话呢 你不要忘记 你只是看到牛 没看到羊而已啊 羊也会发抖啊 你看到羊也恐惧发抖 你说那也放了羊吧 他到最后怎么办呢 孟子说到见牛未见羊 这样的隐身啊 目的是下一步 你没有见到老百姓饿死了吗 那老百姓在荒野饿死 辗转于山沟里面 你看到之后不是更不忍心吗 所以孟子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把这种不忍心 连一头牛恐惧发抖 你都不忍心 推到你没有见到羊 那你没有见到人 你见到人 肯定也会不忍心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推行人证了 所以孟子用这种隐身的方法呢 让大王觉得愿意接受 孟子利用他犀利的口才 帮助国君解除了心里的困惑 并且得到了国君的认可 但是当君主自身存在缺点 或者出现错误的时候 就需要有更高的辩论技巧 才有可能说服国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孟子是怎样进行辩论的呢 接着孟子他的辩论设法 让这些帝王了解 要推挤吉人 把自己的情况推到别人身上 认为别人跟我一样 我有这个需要 他也有同样的需要 那么最有名的 当然是齐宣王说了 寡人有吉 我有三大毛病 说实在我们对于齐宣王 要表示敬意 古君中外 当到政治领导的人 很少承认自己有病 那齐宣王的病 哪三种呢 第一个 好勇 我喜欢打仗 希望把别的国家加以征服 第二个 好货 喜欢发财 最好国家很有钱 第三个 好色 那三大毛病 其实是孔子早就说过了 君子有三戒 那齐宣王是同时都具备了 孟子这个时候并没有责怪他 人家已经跟你说他有病了 把你当大夫 那你当然就要以医生的角度 给他一些建议 孟子的说法真好 他说 第一个 你喜欢勇敢吗 那你就要分辨 勇敢有两种 第一种叫小勇 手按剑柄 怒目而视 你怎么敢抵挡我呢 是跟土流氓一样的 这是小勇 你大王何必 像这种老百姓的勇敢呢 第二种叫大勇 像周勇王 他一生气 天下就安定了 像周勇王都一样 所以大王你喜欢勇敢 你喜欢大勇 老百姓欢迎都来不及 因为你不是为了个人好勇斗狠 而是为了让天下能够安定 让坏人能够被消除 那么你说你喜欢财务 喜欢财务的话没有关系 他就立刻引用湿巾大雅 公流 说周朝以前的祖先公流 他就喜欢财务 然后呢 驻守在家乡的仓库里面囤积的粮食 出去作战或是远行的呢 带了很多干粮 大家都财务充足的话 生活没有困难 这有什么不对呢 而不要你一个人发财 让老百姓通通有钱 那么第三个谈到好色 孟子特别说 好色也没有什么不对 他也引用诗经里面的话 说周朝的祖先骨公胆妇 如何跟他的爱妻 清早在河边骑马 约会这些 他说你要设法做到 内无怨女 外无旷夫 让女孩子都有归宿 男孩子都可以结婚 你只要把你喜欢的 跟天下老百姓分享 就很容易称王呢 所以孟子这种做法 是最高明的一种辩论 让别人的缺点 能够去问到他的贞结 问题就在于说 你没有推 推己及人 你要能够推己及人的话呢 天下就没有问题了 缺点变成优点 那么到第四个阶段 孟子设法重新定义 这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 为什么呢 齐宣王就问孟子说 听说商汤放逐了下结 武王杀了商纣 有这种事吗 孟子说 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 齐宣王说 这不是造反吗 大臣杀国君怎么可以呢 孔子提出的 军军沉沉的伦理道的观念 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 孟子本人也曾有 君臣有义的说法 按照儒家的这种理论 周武王造反 杀了商纣 实在是大逆不道 罪该万死 那么孟子会如何为周武王辩解呢 孟子怎么说 他就重新定义 商纣王是什么样的情况 他说 一个人伤害人德 就称为贼害 伤害的异形 就称为残暴 既残暴 又贼害的人呢 称作毒夫 我只听说杀了一个毒夫 叫做咒的 没有听说杀了国君 他等于是把商纣 明明是国君嘛 天子嘛 他把他重新定义 因为他违反人跟义 你违反人跟义的话 等于是抹杀了人性的要求 那这样的人呢 不但没有资格当国君 反而是一个毒夫 就是根本没有亲戚朋友 一个人没有人理他的 那么把这样的人赶走 那是对的 所以孟子他确实是聪明 口才非常好 我们刚刚举的是 他面对国君的时候呢 可以侃侃而谈 从比喻 隐身 推起吉人 再到重新定义 让他的理论可以充分 说清楚 让国君可以得到启发 接着我们就要看了 孟子他本身有各种作为 也经常受到质疑 第一个 他不收齐王的赠金 齐王送他钱 他不要 怎么回事呢 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呢 齐王送他上等的金 古时候金代表黄铜 不是今天的黄金 一百亿 古代的这个亿 是金字边 利益的亿 这个字 代表二十两 齐王送你上等金 一百亿 你不接受 但是 宋君送你七十亿 你接受 薛国国君送你五十亿 你也接受 如果你这一次不接受是对的 那前面两次接受就是错的 你前面两次 两次接受是对的 那你这一次不接受就是错的 同样是国君送你钱嘛 你为什么有的接受 有的不接受呢 所以老师一定有一次是错的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啊 孟子怎么说呢 同样是国君赠钱 前两次 孟子都接受 后一次 却坚决不受 对待同一件事情 孟子先后却有完全相反的处理方法 在弟子们看来 老师一定是有一次做错了 那么到底是不是孟子犯错误了 这次孟子会怎样为自己来辩解呢 他说我都对 为什么都对呢 因为我离开宋国的时候呢 准备远行 我在宋国住了几个月 要离开的时候 宋君说 你要远行是不是 送你当路费 这是合理人这常情嘛 所以我接受了 我离开薛国的时候呢 薛君说 外面好像有打仗啊 很危险 送一些钱 你可以买一些兵器 多找几个护卫 这也是师叔有名啊 我就接受了 但是 我离开齐国的时候 又没有去远行 外面也没什么危险 他送我钱做什么 是要收买我吗 哪里有君子 可以用钱收买的呢 这话讲得理直气壮 换句话说 你在别人送你钱的时候 该不该接受 要看情况而定 这确实是一种 人生非常高明的智慧 再看 合乎正道的事就去做 底下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彭庚就请教孟子说 你后面跟随的车子啊 几十辆 随从的人员呢 几百位 从这一国诸侯招待吃喝 然后再换到下一国诸侯 用这个话来讲 真的难听 叫做传食于诸侯 这家吃完吃那家 那家吃完吃下一家 到处这个 好像骗吃骗喝一样 这样似乎是 不应该吧 孟子怎么说 如果不依正道 给我一足筐饭 我都不能接受 如果是依正道的话呢 顺接受谣的天下 都不认为过度 难道你认为过分吗 彭庚说 那顺接受谣的天下 是不过分的 因为顺有那个能力嘛 有那个德行啊 但他还是要说 念书人没有工作就吃饭 还是不应该的 他就抓住这一点 所以你们这些念书人 也不耕田 也不做具体的事 居然还有那么多饭可以吃 好像不应该的 孟子说 你为什么对于木匠车工啊 他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啊 你认为他们应该吃饭 这些念书人讲求仁义 就认为他们不应该吃饭 你到底是 有什么样偏差的看法呢 那彭庚让他认为 这也是对的 他因为木匠跟车工呢 他本来就说 我是为了工作 工作是为了拿钱 可以养家糊口嘛 那你读书人讲理想 讲理想 你就不要给我太现实 所以这是彭庚的立场 孟子就接着问他了 他说 你是根据动机给人家饭吃 还是根据功劳给人家饭吃 彭庚说根据动机 像木匠车工啊 他工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 我们读书人啊 工作的动机不能为了赚钱啊 是有理想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好像读书人就不应该拿薪水了 所以孟子就问他说 假如有一个人 他打碎了乌瓦 又乱涂墙壁 他的动机呢 是要赚钱 你会给他钱吗 彭庚说不会 那这代表什么 你不是按照动机给人家钱 还是按照功劳给人家钱 这段辩论相当精彩啊 等于说 孟子把彭庚这样的人 他的想法认为 读书人啊 对社会没有具体贡献 他没有注意到教育的重要 这一点我们以前提过 教育呢 的重要性 说明孟子认为 念书人不是白吃饭的 他对国家 对年轻人 有真正的贡献 是长远的贡献 然后再到最后面 最重要的一项 你怎么去揭示正确的观念呢 因为你辩论的目的啊 不是为了胜过别人 而是为了能够 把正确的观念说出来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 叫做守经答全 经代表常 代表原则 全代表变化 有一个人叫做纯于坤 他问孟子说 男女之间 不亲手替接东西 这是理智的规定吧 我们叫做男女瘦瘦不轻 比如我这个表 要交给一位女士 我不能直接给他 我必须放桌上 请让自己拿 这是古代的规矩 因为直接给他的话 碰到手怎么办 当然现在比较无所谓 但是以前人认为 这个很麻烦 好了 所以变成是男女之间呢 不亲手替接东西 这是你的规定吗 孟子说是的 理智的规定 隋一昆就说了 那如果嫂嫂 掉到水里面去 我能够用手拉他吗 男女受受不亲 是儒家礼法的规定 可是见死不救 也不符合儒家仁爱的道德标准 被世人所不耻 那么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规定 扫扫掉到水里 救与不救都是错误 面对对儒家思想这样的质疑 孟子会如何辩解呢 孟子怎么说 孟子说 你如果不拉的话 就是豺狼啊 太狠心了 看到自己的扫扫淹死 这太可怕了 他说男女之间 不亲手替接东西呢 是理智的规定 少少掉到水里面去 把它拉起来 是一种变通的做法 有理智的规定 是平常的时候 变通的做法是什么样 紧急的时候不一样 这个例子非常好 说明什么 我们现在生活上 也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啊 一个年轻人走外街上 旁边一位漂亮的姑娘 他拉她一把 这女孩子一定认为 你这个人太过分了 干嘛拉我呢 接着后面一辆车开过去 他才知道说 原来他是救我 他绝对不会怪他 什么性骚扰 不可能的 但是一个男孩子 不能够把女孩子 拉过来说 我有有车子 其实没有车子 那不行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了解 说明什么 孟子的思想里面 谈到守经答全 他是可以变通的 所以也有很多故事传说 比如孔子跟学生们 在成菜之间被围了好几天 子鹿 从外面弄了一只烧猪回来 也不知道他是去骗的 还是抢的 还是偷的 不知道 孔子没有问就吃了 很多人说那孔子怎么搞的 他怎么不去问问看 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 这个时候你就先吃再说 如果真的是不对的时候 以后再设法还别人钱 你保个命债的话 以后都还可以有机会补救 你如果说为了手里 就要先问 这个猪是合理买来的吗 还是骗来的 还是抢来的 还是偷来的 哎呀不合理我不吃 最后饿死了 那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 人命是非常可贵的 所以儒家的思想里面 他要变通 有些人以为孔子没有原则 因为孔子也说过 我跟这些好人不一样 他列了好多好人 在论语的维子编里面 孔子最后说什么 我跟他们不一样 五个字 无可无不可 我没有要怎么做 也没有不要怎么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们将来讲到孔子 对孔子的称赞 说他是甚至时则也 时间的时代表适当的时机 就是要判断 要灵活的智慧 而绝不是说 你一旦接受儒家 就变成教条派了 一切都绑手绑脚 照规矩来 没有任何变通 那不是儒家 那么讲到变通的时候呢 底下这一段 就更为完整 也更为复杂了 孔子有个学生 叫做乌鲁子 他在人国的时候呢 有人问他说 礼仪跟吃饭 哪一样重要 我想任何人听到这个问题 都会说礼仪重要 他在问 那么礼仪跟娶妻 就是娶太太 哪一样重要 我们也会说礼仪重要 因为你可以按照规矩来 娶妻 这个人在问 如果按照礼仪来吃饭 就没有饭吃会饿死 不按照礼仪 就有饭吃可以活命 那还要按照礼仪吗 等于是一个两难 你按照礼仪 吃不到饭就饿死了 按照礼仪 娶妇 娶妇太太 终生一个人孤单 那你还要守礼仪吗 所以这个学生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你光回答没有用 你说我还是坚持 礼仪死了算了 他也不会做实验 对不对 这理论上你不能说 我们今天 辩论只为了赢就好 不行的 这学生没办法回答 特别回到周国 去请教孟子 在儒家思想看来 人无礼则不生 人无礼而不利 可见儒家赋予了礼 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要把礼仪和吃饭 放在一起比较 孟子认为 哪一个更重要呢 孟子怎么说呢 他说 这问题太简单了嘛 通常我们认为 复杂的问题 到了哲学家手上 像孟子这样的学者 他都会说 这个太容易了 他怎么说 他说 你不去衡量基础的高度 就直接拿 双方的末端来比的话呢 那么一寸长的木块 也可以比 尖顶高楼更高 为什么 我跑到楼顶上 把它放在那个高楼上面 说你看到没有 这一寸长的木块 比它更高 因为你没有比较 基础的这个高低啊 这种比较 怎么可能合理呢 再说 我们说金子跟棉花 哪个轻哪个重的时候 是说一样的分量 你现在没有讲分量 只说金子比棉花重 但是三千多的金子 跟一车棉花 哪个重 那当然是一车棉花重嘛 所以你现在把那种 有关吃饭 跟结婚 这么重大的情况 跟这个礼仪的细节 来比的话呢 那当然是吃饭重要 孟子说 如果我现在要吃饭 我把我哥哥的手扭住 我可以有饭吃 如果不扭住 我十分钟之后才有饭吃 那我还要去扭吗 当然不应该扭啊 我就遵守这个 长幼有序的规定嘛 如果说我要去娶妻 我经过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需要一个月 但是我现在不等了 直接翻过东林的墙 去搂抱人家闺女 我这是翻译孟子原文 我没有这么多想象力 这样就可以取妻 我就不愿意等三个月 按照合理的程序 那这样你也做吗 当然不行嘛 所以你不能够去 比较两样东西 这个比较不公平 所以儒家思想里面 常会提到 在正常情况下 我们都要守规矩 但是特殊情况 发生的时候呢 你就要看怎么变通 任何行为 一定要有真诚的心意 同时遵守外在的规范 再配合对方的期许 三方面配合起来 然后呢 你才知道说该怎么做 怎么做是对的 所以这边就提到 有关孟子呢 提醒我们 你在守经答权的时候呢 还要设法能够去 合理的判断 孟子说过一句话 君子不可虚拘 虚就是用虚的条文 我写几句话 叫你守规矩 然后呢 拘就是拘束你 君子如果说 随便几个条文 就被你规定限制住的话 那君子就绑手绑脚了 所以孟子的思想 就是很好的证明 说明他如何灵活变通 但他又有原则 这个原则 简单说起来 有两个标准 第一个要真诚 第二个 外面的礼仪的规范 你要非常清楚 所以我的真诚 跟礼仪的规范 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我还是以真诚为主 因为礼是为了帮助我 实现我内心正诚的情感的 然后这个危机情况 一过去的话呢 立刻又回到正确的路上 就是礼仪的要求上面 那么再看孟子呢 他评价历史人物啊 也是他的口才表现的一个重点 说到历史人物啊 通常我们都以成败论英雄 但是孟子看来呢 这样是不公平的 因为很多人生的时代不好 社会环境很差 他怎么可能说 按照一般的方式来评论 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在孟子里面 有一段话提到谁呢 提到孔子的一个 最好的学生 叫做颜渊 他说颜渊这个人啊 你给他机会的话 他的表现会跟雨一样 会跟季一样 这不得了 雨是谁呢 雨就是治理洪水的 雨治理洪水 看到天下有人被水淹死 就好像是自己把他淹死一样 就是我水没有治好 我要负责任 季这个人呢 是教老百姓种植五谷的 他看到天下有人饿死 就好像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了 否则你稻米丰收 每个人都有饭吃嘛 叫做与师天下有匿者 有己匿之也 济师天下有鸡者 有己鸡之也 我们今天还用这个词 叫做人匿己匿 人鸡己鸡啊 所以这两个都是伟大的功臣 孟子怎么说 他说 与济言回 亦利则截然 换一个地方 他们都是一样的表现 这五个字啊 异地则截然 对严渊来说的话 真是一个改观论定啊 严渊地下有知 肯定非常的满意啊 严渊勤奋好学 德行兼备 一生跟随孔子周游列国 他并无著作传世 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作为 但为什么严渊在死后一百多年 孟子认为 他可以和语记齐名呢 孟子为什么会给严渊 这么高的评价 在孟子看来 应该用怎样的标准 评价历史人物呢 因为严渊只活了四十岁 德行学问都是最好的 他没有机会做官 造福百姓 空有儒家的理想 而没有机会实现 这是天大的遗憾啊 连孔子都觉得太可惜了 但是孟子给他频繁 跟他说 如果给严渊机会 他的表现会跟羽根记一样 这是评价历史人物 他有他的理由 那再进一步看 子禄呢 子禄在《轮运》里面 我们都知道孔子认为 他非常好勇 非常豪爽 非常有正义感 但他表现并不出色 不要说他学习方面 有他的困难 他就是做官 做到后来也死于非命啊 所以非常委屈 的一个英雄人物 但是孟子怎么说 他说到子禄的时候说 子禄闻过则洗 子禄听到别人讲他的过失 他就很高兴 这实在不容易啊 我们都是闻过则怒 要不然就诡辩 说不能怪我 他子禄闻过则洗 他接着说什么 与闻善言则拜 大于听到有价值的言论 向别人拜谢 大顺有大焉 善与人同 讲到顺 他居然把子禄与顺 三个列在一起谈 这子禄地下有知 也会觉得不愧此生啊 孟子变成知己了 所以这种口才 评价历史人物的话呢 他把道理说出来 你就会觉得不错 可以给很多历史人物啊 很大的安慰 那么最后呢 孟子也提到有关天命 因为所谓的天命啊 是一个很复杂的观念 在孟子万章编里面 好几章都讨论这个问题 讨论什么呢 就是要把位子传给顺 这天的意思 但是雨呢 过世以后 他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 起 这也是天的命令 所以天命变成两个路线啊 叫你传贤 把位子传给贤者 好人 杰出的人 或者传给子 儿子 那到底是哪一个队呢 孟子怎么说 他说天命啊 认为该传给贤就传给贤 该传给子就传给子 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啊 孟子都给他讲出理由出来 他讲的理由非常细致 也包括说 姚让顺 当代理的天子 当了二十几年 所以他后面接位子就很顺利 顺也让雨呢 当代理天子当了十几年 所以后面接位也很顺利 雨呢 让柏位当代理 只当了六七年 时间太短 所以老百姓呢 还是找雨的儿子 所以天命呢 并不是说天讲话的 孟子说天不讲话 用行与事来表示 行就是行动 事就是事件 等于是让老百姓来决定了 天事自我明事 天听自我明听 有些人说 你既然讲老百姓来决定 那何必还要加一个天在那边呢 这就是古代人信仰所在 你说都让老百姓来决定的话 老百姓有时候很容易被蒙蔽啊 甚至呢被利益所这个引诱啊 有时候分不清楚 善恶是非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就变成两个 上面有天 底下有百姓 中间是天子 所以天子的责任呢 就是乘上其下 通过傅培荣教授的归纳总结 我们知道 孟子之所以好变 唯一的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辩论 把儒家思想清晰准确地传播出去 并告诉人们正确的观点 可是尽管孟子的口才很好 但最终孟子也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目的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所以我们谈到说孟子的这个辩论的技巧 我们可以说道理有没有效果呢 在孟子书里面 跟他谈过话的国君 像梁慧王 齐宣王 藤文公 周牧公 这些人 都觉得他讲得很好 大臣更多 跟孟子谈过话的大臣 每个都觉得他实在是很有道理 没有人讲得过他 大臣都愿意接受 国君的话呢 有时候就不一定愿意接受 因为接受之后就要改变 改变的话 等于是你不要再享受了 你要替老百姓设法 那国君有时候不愿意啊 你跟他说你行人证 将来可以称王 他如果没有真的了解人生的快乐何在 他称王之后还是要享受嘛 如果你对于享受的观念呢 没有改变的话 只有一种现实的物质享受的话 那么你对这些国君来说 他实在是不太可能啊 照你孟子的方法来做 叫我先牺牲某些享受 将来统一天下之后呢 我再来享受大的 那同样是享受 我干嘛放弃最近的眼前的享受呢 并且将来享受是将来的事情 也没有任何保障啊 因为另外一些中横家 兵家法家这些人啊 如果说照他的方式来做 立刻复国强兵 立刻就可以攻占几个城市 让你打胜仗 而孟子的说法 他需要有一点时间去了解 然后设法改变整个的策略 最后呢 效果出现恐怕很慢很慢 毕竟你看到别的国家强盛的时候 你也没有把握啊 说你是不是来得及 在他强盛可以消灭你之前 你就忍者无敌 没有人敢做实验啊 所以孟子的辩论呢 他有没有达到效果 在当时呢 没有人说得过他 但是呢 这些有权力的人呢 也没有人真的愿意照他的话来做 但是儒家的人性论呢 以及他相关的各种思想 却透过孟子的辩论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学习孟子的时候呢 你不能只看到这些言词上的辩论 你一定要问 他背后有什么根据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 说你照我这样做一定没有问题 对他看到人性论 所以如果对于儒家的人性论 没有了解的话 学孟子等于是没有根源了 你今天学不学孟子 有什么差别 只不过多听到一个人 有很多小的事情 讲一些有趣的事 跟别人辩论 胜过别人这不够的 我们学儒家不是学这些 真的要学是把前面这些都铺成好之后呢 最后要学到他的人性论 人都有人性 但是呢 人性是什么 人的社会有千奇百怪的表现 都有人性的人 为什么有人好人做好人 有人做坏人呢 同一个人可以做好事 也可以做坏事呢 这些问题你都要去回答 你不能回答的话 你光讲一个信善 那你怎么去否定 社会上很多坏的事情呢 所以这就是最大的挑战 那么这个道理说清楚的话 儒家的思想才能够 所谓的可大可九 传之久远 我们将来会谈到人性 这里就先讲一个简单的重点 孟子谈到人性的时候呢 他的入手地方是 人跟禽兽的差别 但是这个地方说完之后呢 接着就要问 这个差别是什么 这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古今中外对这个问题啊 从来就没有共识过 就是人道理 什么叫做人性 人的本质何在 或者说人有本质吗 而这也是我们下次 要谈的主题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就先谈到这儿 谢谢各位 人性论是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 意见分歧最大的话题 有人说人性本善 有人说人性本恶 还有人说实色性也 大家普遍认为 儒家思想的人性论是 人之初性本善 那么孟子的人性论 到底是什么呢 而弄清楚人的本性 对我们普通人 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请继续关注 台湾大学著名学者 傅北荣教授 为我们讲 孟子的智慧 人性的善恶